第37课 警察的故事 课文 1.优秀女警官 女警官李珍是公认的指纹破译专家 一次某酒店一位正在化妆的女士被残忍地杀害在室内 现场没有烟头 没有纸屑 也没有抢劫等犯罪痕迹 侦破工作一时陷入停顿 一位曾在楼道内徘徊的男子有嫌疑 却苦于找不到证据 经过反复多次的现场勘察 窗台上一枚残缺的指纹成了唯一的线索 李珍经过几个昼夜反复细致的比对 最终得出结论 抓住了歹徒 另一次某地发生多起入室抢劫案 附近居民恐惧感大增 其中两起案件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指纹 一枚是在玻璃上 而且指纹严重变形 另一枚是在同质的框架上 指纹只残留有指尖部位 李珍天天盯着指纹看 开始怎么也理不出头绪 两枚指纹都是残缺变形的 可以把两枚指纹结合起来分析吗 经过努力 李珍发现因刑事犯罪被关押 一年前刑满放出监狱的王某的指纹与现场指纹具有共同特点 王某作案嫌疑很大 为了慎重起见 他又将其他现场遗留的指尖部位指纹与王某的指纹反复比较 最终认定该系列抢劫案为王某所为 李珍说 指纹认定工作繁重 枯燥 不能有半点麻痹和失误 是一项考验耐心的工作 十余年间 李珍全身心投入到痕迹检验和指纹管理工作中 查获了不少犯罪分子 使罪犯得到了应得的制裁 二 缉毒警察的故事 公安局接到情报 有人要在某地进行毒品交易 志强立刻带领手下实地走访调查 很快了解到 几天前的确有一伙人运来大批毒品 因各处防守严密 毒贩把东西藏在了桃花香附近的大山里 准备参与交易的人也住在附近 志强感到毒贩十分狡猾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 他确定了化妆行动 引蛇出动 主动出击的破案思路 志强加班成购买毒品的毒贩 与对方接上了头 对方提出在山里进行交易 志强认为山里地形复杂 提出在山下交易 信息传过去 对方却保持了沉默 时间一天天过去 志强心中十分焦急 但他清楚 必须沉着冷静 他决定暂且拖一拖这帮毒贩 他放出风说 自己在外地还有事 没货就算了 听到这话 对方急了 提出要不就在镇子附近交易 大清早 志强和全队民警出发了 到了交货地点 志强开始部署兵力 他让一个同事在车里隐蔽好 一个随他下车 其他同事埋伏在附近 刚刚布置妥当 一辆农用车和一辆摩托车朝自己缓缓驶来 面对毒贩 志强提出先验货 后交钱 并告诉毒贩钱就放在车里 毒贩拿出毒品 奔向车门去取钱 车内民警扑上去 毒贩来不及反抗就被逮捕了 这次 缉毒大队成功破获了当地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 非法运输贩卖毒品案 三 特殊的缉毒警察 小罗是个兵 灰杰是之犬 这原本是一个平面上两条平行而非并列的线 却在缉毒战场上交叉 创造出感人的故事 接手缉毒犬灰杰 小罗心里包袱很重 小罗怕狗 小时候被狗狂追的经历 让他提起狗就胆怯 和灰杰初次见面 小罗努力和他搞好关系 可认你怎么哄 灰杰就是不理 弄得小罗很着急 没几天 灰杰生病了 小罗悉心照顾他 灰杰很快就好了 自此他对小罗非常的信赖和忠诚 每次见到小罗就会亲热地伸出舌头舔一舔 训练中 灰杰表现突出 无论毒品藏得多隐秘 灰杰一出手 不出一分钟肯定能查出来 小罗和灰杰可以正式执行任务了 这天 灰杰按小罗的指令对一辆车实施搜秀 很快就从车厢尾部空隙内查出了毒品 此后 灰杰累厉战功 那是九月的一天 灰杰在一辆车上发现了毒品 他扒开车厢底板上铺着的塑料垫 直接从下面雕出一个装有粉末状毒品的塑料袋 薄薄的塑料袋一咬急破 毒品直接渗入了灰杰的口腔 灰杰中毒了 他呼吸急促 无法站立 得赶快上医院 路上 灰杰眼看就不行了 小罗来不及多想 便给灰杰做起了人工呼吸 十四公里路程 小罗一次次把灰杰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经过抢救 灰杰脱离了生命危险 半个月后他又出现在基督岗位上 中毒事件让灰杰的身体每况愈下 几年后 灰杰离世 参加过无数次大大小小战役的灰杰 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 也给小罗的心中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课文 警察的故事 一 优秀女警官 女警官李珍是公认的指纹破译专家 一次 某酒店一位正在化妆的女士 被残忍地杀害在室内 现场没有烟头 没有止泻 也没有抢劫等犯罪痕迹 侦破工作一时陷入停顿 一位曾在楼道内徘徊的男子有嫌疑 却苦于找不到证据 经过反复多次的现场勘察 窗台上一枚残缺的指纹成了唯一的线索 李珍经过几个昼夜反复细致的比对 最终得出结论 抓住了歹徒 另一次 某地发生多起入室抢劫案 附近居民恐惧感大增 其中两起案件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指纹 一枚是在玻璃上 而且指纹严重变形 另一枚是在同质的框架上 指纹只残留有指尖部位 李珍天天盯着指纹看 开始怎么也理不出头绪 两枚指纹都是残缺变形的 可以把两枚指纹结合起来分析吗 经过努力 李珍发现因刑事犯罪被关押 一年前刑满放出监狱的王某的指纹 与现场指纹具有共同特点 王某作案嫌疑很大 为了慎重起见 他又将其他现场遗留的指尖部位指纹 与王某的指纹反复比较 最终认定该系列抢劫案为王某所为 李珍说 指纹认定工作繁重 枯燥 不能有半点麻痹和失误 是一项考验耐心的工作 十余年间 李珍全身心投入到 痕迹检验和指纹管理工作中 查获了不少犯罪分子 使罪犯得到了应得的制裁 二 击毒警察的故事 公安局接到情报 有人要在某地进行毒品交易 志强立刻带领手下实地走访调查 很快了解到 几天前的确有一伙人运来大批毒品 因各处防守严密 毒贩把东西藏在了桃花香附近的大山里 准备参与交易的人也住在附近 志强感到毒贩十分狡猾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 他确定了化妆行动 引蛇出动 主动出击的破案思路 志强加班成购买毒品的毒贩 与对方接上了头 对方提出在山里进行交易 志强认为山里地形复杂 提出在山下交易 信息传过去 对方却保持了沉默 时间一天天过去 志强心中十分焦急 但他清楚 必须沉着冷静 他决定 暂且拖一拖这帮毒贩 他放出风说 自己在外地还有事 没货就算了 听到这话 对方急了 提出要不就在镇子附近交易 大清早 志强和全队民警出发了 到了交货地点 志强开始部署兵力 他让一个同事在车里隐蔽好 一个随他下车 其他同事埋伏在附近 刚刚布置妥当 一辆农用车和一辆摩托车 朝自己缓缓驶来 面对毒贩 志强提出先验货 后交钱 并告诉毒贩 钱就放在车里 毒贩拿出毒品 奔向车门去取钱 车内民警扑上去 毒贩来不及反抗 就被逮捕了 这次 击毒大队成功破获了当地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 非法运输贩卖毒品案 三 特殊的击毒警察 小罗是个兵 灰杰 是之犬 这原本是一个平面上 两条平行 而非并列的线 却在击毒战场上交叉 创造出感人的故事 接受缉毒犬 灰杰 小罗心里包袱很重 小罗怕狗 小时候被狗狂追的经历 让他提起狗 就胆怯 和灰杰初次见面 小罗努力和他搞好关系 可认你怎么哄 灰杰就是不理 弄得小罗很着急 没几天 灰杰生病了 小罗悉心照顾他 灰杰很快就好了 自此 他对小罗非常的信赖和忠诚 每次见到小罗 就会亲热地伸出舌头舔一舔 训练中 灰杰表现突出 无论毒品藏得多隐秘 灰杰一出手 不出一分钟 肯定能查出来 小罗和灰杰可以正式执行任务了 这天 灰杰按小罗的指令 对一辆车实施搜秀 很快就从车厢尾部空隙内 查出了毒品 此后 灰杰累厉战功 那是九月的一天 灰杰在一辆车上发现了毒品 他扒开车厢底板上 铺着的塑料垫 直接从下面 雕出一个装有粉末状的 毒品的塑料袋 薄薄的塑料袋一咬急破 毒品直接渗入了灰杰的口腔 灰杰中毒了 他呼吸急促 无法站立 得赶快上医院 路上 灰杰眼看就不行了 小罗来不及多想 便给灰杰做起了人工呼吸 14公里路程 小罗一次次 把灰杰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经过抢救 灰杰脱离了生命危险 半个月后 他又出现在 缉毒岗位上 中毒事件 让灰杰的身体 每况愈下 几年后 灰杰离世 参加过无数次 大大小小战役的灰杰 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 也给小罗的心中 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声词 声词 化妆 卸 抢劫 痕迹 平顿 弦疑 线索 歹徒 恐惧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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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重 麻痹 虚悟 考验 检验 查获 制裁 公安局 情报 毒品 带领 沉着 暂且 部署 埋伏 布置 反抗 逮捕 逮捕 非法 贩 贩 平面 平行 并列 交叉 包袱 胆怯 红 信赖 忠诚 舌 舌 舌 空隙 疤 垫 雕 粉末 口腔 岗位 战役 光辉 思念 法 金 food 平行 米 岩 放 空